在美国影集《人性人数》中扮演护士而打响名号的女星凡尼斯马奎斯 周氏在加州自载里被警察开枪击毙 中年49岁 根据多家媒体报导 房东报警师表示 凡尼莎颠弦发作 其名警员和保健人员前去了解状况 警方指称凡尼莎极度不配合 谈话过程中警察发现到她可能患有心理健康问题 似乎无法照顾自己 警察花了90分钟的时间与她交谈无果 后来凡尼莎拿了一把仪式手枪的物件指向了他们 警察因此开枪击毙了她 凡尼莎送医院后证实不治 而警方事后发现该把手枪只是个玩具枪 据说凡尼莎过往不止一次在家中闹事 警方曾多次上门调查 有人也指说她有健康和财务问题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 凡尼莎先前曾指出在拍摄人心人数期间 遭到性骚扰和种族歧视 但角质克隆尼着实不管 表示对事件完全不知情 以上为新闻时事报张若颖的整理报导 没有任何人知道 我记得不愿意 没有任何人知道 对事件完全不知情 那么让我们现在不知情 可恶心的历筆